今天我们跟当地的渔民出来撒网捕鱼了 看一下今天的收获有多少 收获有多少我们全部拿回去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不太固定 那就期待一下吧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满载而归 现在刚好是傍晚的时候 一会还可以看到日落 准备撒网了 这个网我不太会 这是我第一次放这种网 小蓝网了 我们就期待30分钟后 期望能送到什么好东西 我们欣赏一下日落吧 准备起网 喂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还古样扫网耶 哦 灵阳怪 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东西 但是我觉得应该好戏在后头 喂 有一条鱼耶 看到了看到了有一条鬼魄鱼 不是吗 是鬼魄鱼吗 哦 有两条还有顶弓 哦 还有 嗯 今天的收获还不错 哦 又有一条了 这个海 哦 谢 换我来 啥情况 我起的时候就没有 喂 又有一条吗 没有 哎 我起怎么没有呢 哎呀 不要给我打脸了吗 阿姨起到我就有 我起怎么没有 喂 加快马进 等一下天黑了 喂 又一条 哎呦 不错 上货了 哎 下面又有一个螃蟹 哎 这里又有一条吗 是吗 来一会儿 手都累了 要不我们猜鱼吧 鱼在这里 哇 有一条大鱼 喂 你看这条好生猛 这条是黄鱼来的 这条就是黄金夹鱼 它个子还太小了 把它换了 哎呦 阿姨说我们今天出来的太晚了 所以鱼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没关系也够今天的晚餐了 这条鱼蒸起来煲烫很好吃的 它好凶啊 你看 张开了它的刺来保护自己 哎呦 这个还是蛮危险的 这条是鬼婆鱼 这条是鬼婆鱼 鬼婆鱼的刺到人很痛的 所以抓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个也叫柠檬 哎呦 我都有点怕它 这个就是今天的收获 虽然少得可怜 但是也足够我们今天的晚餐了 是吧 它可以包个汤啊 最起码 我们现在先把这些小的给放了先 让它长大了之后再来找我 今天的收获虽然不大多 但是我们出来欣赏到了很浪漫的日落 也是算有收获了 好了 这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有意味的今晚之后 拜拜